五星聚会预示着什么 古代认为水 金 火 木 土五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同一方 只要五行星各居一公 相连不断时就叫做莲珠 清代的青天间缩小其范围 规定五行星的黄金相差小于45度时才叫莲珠 因为这种天象不常见 所以古人曾认为它是祥瑞之兆 故各个朝代对这个天象都尤为关注 古人更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说 真正的五星联珠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九次 而其中有记载的共有四次 或许是巧合 五星联珠之像虽然被古人认为是吉兆 但在历史上它的出现却往往伴随着纷扰和战争 韩卓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1973年 韩卓灭掉了真冠士和真寻士两大诸侯 除去了夏王朝的左膀右臂 紧接着便兵分三路围攻下毒地丘 夏王相帅城中军民拼死抵抗 终因势单力薄 挡不住韩军的强大攻势 韩军攻破地丘 残酷地屠杀城中军民和夏后世大臣 夏王相集族人皆被韩军攻势内外 至此 夏朝正是王国 夏朝的统治区域全部控制在了韩卓手里 而这正是第一次五星连珠之时 韩卓灭相结束了自太康师国以来 有穷国和夏朝二分天下的割据局面 使分裂了54年的天下重新统一 大约公元前1044年 周武王激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 起兵讨伐伤亡帝心 咒 这一历史事件之后被各种神话 最为明显的就是风神演绎 虽然神话颇多 但是总体就是武王伐咒 灭伤建州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是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是商衰周星的转折点 经过木野之战 武王一战而胜 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对推动中国历史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就是作为商族后裔的孔子 在面对辉煌的周朝时 也庆心表达了认同 欲与乎文哉 无从周 而这次事件之前 也有五星连珠的身影 但此次发生有些提前 是在15年前 公元前1059年 五星距于西方 可能是后世史学家们强行附会 来了一次相隔15年的顺应天象 但也为这个历史事件 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天文奇观 五星聚会在哪一年 预示着什么 史书中的记载 刘邦登基那一年 曾出现五星连珠的天象 现代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推演 证明五星连珠 发生在刘邦继位的第二年 看来史学家也在为刘邦制造吉兆 不过 虽然刘邦有后世史学家 为他硬凑巧合 但是他的女人可就没那么好运 作为王的女人 吕智可以说是做到巅峰 自秦始皇实行帝制之后 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后被司马迁列入记录皇帝正式的本纪 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他争锋 也就两个 女帝武则天和慈禧太后 而他在称制前两年 正好是五星聚于子威 不过这个影响有点长 六年后周伯发动政变 灭了吕氏泉族 迎汉文帝登基 文景之治就此开始 第四次五星联珠发生在公元710年 五星距于子威 该年为皇后杀害唐中宗 李隆基发动政变 杀为后和太平公主 两年后李隆基登基为帝 史称唐明皇 而开元盛世也应运而生 可见这五星联珠对总体大事而言是急躁 毕竟他的出现不是伴随着国家一统 社会进步就是太平盛世 国泰民安 但是他对于大势所趋的对立面而言 那就是灾难 上文的吕氏灭族等 就是最好的证明 五星联珠 仅是一种自然的天文现象 如何观察 但是 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看 五星联珠 只是一种自然的天文现象 是由于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的公转时间不同 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 五大行星连接成一条线 或者存在一定角度偏差 都可称为五星联珠 这种现象 被中国古代人民 加上主观意识 被赋予祥瑞或者不祥征兆 目的无非是古代封建统治者 设法说明自身的天命所归 而实际上 它的出现对地球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观察五星联珠时 可以首先观察水星 然后就可以看到五星联珠 最近一次行星联珠 发生在2000年5月20日 而美国科学家 根据天文运动计算出 下一次五星联珠 将在2040年9月9日北京时间 中午12时出现 进入忽略运行为 적you 负责